HELLO,大家好,我是HELLO,今天又和大家來到黃埔的九龍海藥君雀酒店吃自助晚餐 你說兩個月前再來過,為何今次再來呢? 因為我給它新的菜單吸引了,因為加了一些新的中式海鮮 包括有避風糖炒蟹、薑蔥炒龍蝦、辣酒煮花蘿和油鹽水花甲和汁煮鮑魚等等 當然,凍海豬方面包括生蠔、長腳蟹、麵包蟹那些當然還有 去官網現在還做七五折的優惠,別說太多,大家隨時試試 Let's go 簡單說說交通路線 我們在黃埔港鐵站多熱出口 出來後走過來大概五分鐘內就到了,很近 餐廳環境也不用多說了 看到旁邊的落地大玻璃和海旁 加上你來到時,黃昏的時間剛剛好 日落更加有感覺 而且這個空間感夠大,樓底夠高 事不宜遲,出去拍一拍,看看有甚麼吃 平時我一定先拍了凍海鮮 不過今次熱的海鮮非常吸引了 先拍給大家看 今次有薑蔥炒龍蝦、避風糖炒蟹 好漂亮啊 辣酒煮花蘿、汁煮鮑魚、油鹽水蜆、蠔油燜鴨醬、紅燒花膠 這個是椒鹽魷魚、糖醋炒魚、糖醋醬汁 上次也有 師傅,即製的小籠包,確保新鮮 即煎的鵝肝 蠔燒鰻魚也很棒,看看多肥美 還有中式小食的蒜泥白肉 這個豬耳和滷水牛腱 這裡原來還有蟹粥,看一看 好像不錯 現在過來看看凍海鮮 當然不少這個即開的生蠔 這個是美國蠔來的 這邊看看,有長腳蟹、蝦、小龍蝦 另外也有麵包蟹 很多膏、翡翠螺、青口 刺身區也很豐富,有阿坑、紅蝦、赤貝、帶子 北紀貝、八爪魚、鯛魚、吞拿魚、油甘魚 以及三文魚都很豐富 當然不少有壽司 拍給大家看,有很多款壽司 這個是有火鳥的壽司 還有有三文魚籽在這裡,印筆 哇,這塊很漂亮 加拿大特級大骨的肉眼扒 你看,我最喜歡這些有骨液和脂肪 還有羊架 再來這邊,天婦羅 還有粉麵檔 它又有喇沙 這裡還有即製的章魚小丸子 西式的熟食都很吸引 你看這個西式乳豬 炸魚柳 豬肉串鏢 牛尾都很漂亮,我記得上去吃過很軟 還有一些蔬菜 還有燒雞 還有印度不同的咖喱 麵包、芝士、Cocca 很多不同的沙拉 很棒 咦,這隻是泰式辣腸,我最喜歡的 還有很多款,不詳細說 真的很豐富 還有不同的菜 慢慢走過來給大家看 汽水任喝,蘋果汁 還有白酒、紅酒 都是任喝的 熱飲這裡還有咖啡、滑茶 有兩部咖啡機 先來甜品區 有格仔餅 還有,看看多少款口味的 Muffin Pig雪糕 原來這個Muffin Pig是放了一些中式的糖水 羊枝、甘露、綠豆沙和紅豆沙 Apple Crumbo 這個是西米焗布甸 這邊有蓮蓉的 還有豆腐花、Macarona 有士多啤梨撻 Tiramisu 還有這個配炒 這個我很喜歡吃 這個是芝麻的 還有這個意大利奶凍 下面還有那個水信圓餅 還有其他很多不同款式的蛋糕 包括這個拿破崙 芝士蛋糕 很多款 哇,真棒 芒果布甸 還有這個 咦 榴槤雪梅糧 一會兒給攝影師試試看 這個同樣都是榴槤 是斑蘭的蛋糕 還有榴槤蛋糕 哇,榴槤控適合 都有三樣讓你選擇 自助晚餐就由 晚上六點半吃到十點 先說一下價錢 官網首100名訂購 有七五折優惠 但要收回原價的加一服務費 折了加一之後 星期一至四 成人602 長者517 小童441 其餘日子的價錢 自己上官網參考 我的連結都放在資訊欄裡 首先第一輪當然是拿了中式海鮮 看見這麼漂亮 有薑蔥炒龍蝦 製煮鮑魚 和避風糖炒麵包蟹 都幾多膏 龍蝦很酸甜 真是新鮮龍蝦 薑蔥味都很棒 真棒 來到一定要馬上拿龍蝦 這隻鮑魚又是非常好吃 大家看到我切都很容易切 雖然小隻 但很重的鮑魚味 而且要記住日式的醬汁 煮鮑魚 很鮮味 又軟 又充滿鮑魚味 真棒 避風糖麵包蟹 我也是第一次吃 它的膏 因為它有炸過酒的油 它會硬一點 不過也是很好吃的 還有蟹肉本身也很鮮甜 不過因為炸過 這種做法 它會稍微乾一點 再試另一碟 帶子大家看到 非常厚 吃起來很鮮甜 很滿足 很有質感 蝦也是很大 很爽口 不過它調味上 不是很重 辣酒煮花蘿 我都想不到 都出色 雖然小小隻 但我撕出來 亦都很容易撕 咬下去 也是很容易咬 我初學都擔心 會不會有些硬 但它又不會 不過辣酒味 所以我嫌它不夠辣 花膠雖然它是小小 你看它不算是很厚的 但是也是很軟 炆得入味 油鹽水蜆 我覺得它相對比較小 它的蜆其實也算鮮味 不過油鹽水的味道 就不夠鹹 這個鰻魚 真的非常有滿足感 非常厚 而且它沒有骨 裡面不會有些細骨 咬下去 它真是淡淡肉 至於這些中式 熱的海鮮 真的很好吃 繼續都是拿中式的 包括這個小籠包 非常帥 嘩 好正 不客氣 這個小籠包 一定要吃 真的很好吃 因為有師傅的包 真的不同 而且手藝真的很好 皮很薄 我剛才夾一直都沒有穿 它裡面爆了湯汁 肉有鮮 最最最皮非常之薄 真的有外面 那些頂太風的質素 鴨長 也是很軟 很入味 不過不知為何 它裡面用花椒 很多 很容易咬你花椒粒 有點奇怪 五樓魚 我覺得它的皮 是做得很脆的 糧菜那三樣 我覺得都蠻好吃的 尤其是千層豬椅 真的很爽口 因為它是一層一層雜水 所以質感更加好 還有酸米白鵝 是比較薄身 而且它的調味都蠻好 不是很鹹的 不會說很膩 牛腱的味道比較淡 鵝肝即煎 要排隊 因為很多人拿 都蠻厚 大家看到嗎 而且皮也很香脆 鵝肝真的 哇 很棒 很甘香 而且煎得很脆 加上醋 可以減低一點膩 很有滿足感 不過我這個真的很邪惡 看看油 西班牙魚豬 好像挺棒 看看皮 很脆 而且肉很juicy 還有這個牛味 這個牛味也是很好吃 調味很好 也不會很鹹 但是很入味 最重要是它很容易咬 一刺就刺好出來 很鬆化 乳豬也是頂級 你看它的肉 其實它也是很鬆化 而且它邪惡在這裡 有些很大塊肥膏 但是很香 而且皮也很夠脆 它不是那些很脆的 是有點硬硬硬硬的 吃一下蟹竹 它是挺甜的 真的挺好 清清的 就是喝得出是沒有味精的 因為它不是那些很鹹 那一類的 對 吃了那麼多的肥膩 吃一下這個竹青 腸胃 也挺棒 開始吃凍海鮮 這隻是生蠔 算是很肥的 而且看上去也挺新鮮的 生蠔 它是creamy和爽之間的 很肥味 它是很厚肉的 我覺得是帶一點爽口 裡面那個位置 它有一點creamy 我覺得它 它的蠔味相對比其他 有點淡一點 因為美國蠔是淡一點 不過呢 很新鮮 再拿了一些凍海鮮 長腳蟹 我見到挺漂亮的 而且它全部都是挺舊 即是連著沒有剪開的 而且很長 你看看 還有拿了麵包蟹 我只拿了蟹鹹 因為其實薑蔥那個也是差不多 大家看到 那個蟹腳 剝出來相對是比較散弱一點 比較瘦 還有乾了一點 我覺得肉是厚一點的 但也算鮮甜的 而且不太鹹 這個蟹鹹就稍微好一點 麵包蟹反而甜一點 而且比較多一點 不過我自己也是喜歡薑蔥 那隻避風塘那隻 整法正很多 刺身都很新鮮 尤其是阿根廷紅蝦呢 很大隻 淡淡肉 又夠鮮甜 范立貝也是 夠大夠甜 其餘那些都OK的 三文魚 油甘魚 都夠肥美 還有最重要 有這個三文魚子 外面自助餐都比較少有 剛剛試了那塊牛和羊 因為我遲了出來拿 切了出來 只剩下一些水濕濕的 但也不要緊 因為它有帶骨的位置 肉都特別好吃 很軟 還有很重牛味 如果這個邊位 硬一點 不過很香 羊也是非常之軟 它帶少少羊酥味 不算很厲害 可以接受的 榴槤的甜品 交給攝影師 和大家評價一下 吃了三款的榴槤蛋糕 最好吃我覺得 是榴槤糯米糍 因為裡面的奶油不太甜 而且糯米糍很嚼 很棒 榴槤蛋糕都OK 榴槤味都很濃 有一個榴槤肉 在上面那個 其實是一個斑蘭蛋糕 但我覺得蛋糕比較粗 而且沒有什麼榴槤味 上面的榴槤肉 其實味道都不大 所以就不推薦了 做了一個紅綠兩溝 真是好吃 它很夠冷 真是不錯 羊之甘露都好吃 很夠冷 它有些芒果肉 正宗那些 有些柚子 吃完中式甜品 就吃西式甜品 其實剛才我吃了雪糕 因為Mufantik有椰子 我未吃過 都挺好吃 說回整體 拿了一些 我沒有拿完 因為都飽 很飽 所以就拿了Macaron 這個士多彼里撻 我看過樣子都挺正的 所以拿了 還有這個配茶 我覺得都挺吸引 還有這個芝麻 它還有一些Mochi 在上面 還有這個應該是 焦糖燉蛋 都是挺冷的 我真的有眼光 選擇幾樣東西都很好吃 這個Macaron 不是很甜 我覺得很好吃 但我覺得這個味道很好吃 這隻是開心果 相對比起這個 更加沒有那麼甜 還有突出了杏仁的味道 這隻又很好吃 配茶的味道很濃郁 還有很夠濕 還有這一塊 其實是白桃來的 好美味 這個真是正 芝麻也是很高質 你看到這裡很軟 這個芝麻味非常重 還有中間有些Mochi 其實不止這個面 裡面都有的 很有質感 好好味 很高質 這個焦糖燉蛋 也好吃 不是很甜 還有這個Tarte 也是夠酥脆 我喜歡它 還有後面有些杏仁的Tarte 有些咬口 士多啤梨又不是很酸 也不是很甜 我覺得比起上次我來 好像是高質了 吃飽了 做回總結 我覺得它的選擇非常之多 還有最滿意 就是它的中式海鮮 特別好吃 這次分享來到這裡 如果喜歡這段影片 大家知道怎麼做的 約定你下段影片再見 拜拜 做到來 做錯了 超級星期 creator 超級星期 ALLY 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